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主要一部进阶 MyBitness框架 那上一节课呢 我们把核心文件的配置 讲到了Erments 今天呢,开始从这个DatasourceID Provider开始讲 DatasourceProvider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用来这个 支持我们MyBitness多数据库的 嗯 在这个MyBitnessConv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我们敲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简单配法 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一段代码,我们把它拷过来 我们观察一下这段配置啊 嗯,我们前面讲了这个 DatasourceID Provider 就是提供多数据库支持的 那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它支持三种数据库 SQL Server,DB2,ORIC 那关于这个的用处呢 就是在这里,我先简单提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有一个专题 是会专门讲这个MyBitness 如何支持多数据库的 在那个专题里面呢 会着重讲解这个属性 那这里我们在今天呢,就先跳过 大家只是先知道这个属性的配置 是干什么的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它的下一个属性 TypeNS TypeNS呢,它的作用就是用来 给我们的一些长的这个全路径的包名啊 替换成一个很简短的别名字 那我们来看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打开我们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来敲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拿我们前面的这个 student这个例子来做 这时候呢,可以把这个 它的完整包名啊,把它替换成一个 简短的名字 别名呢,我们就叫student 这时候在我们这个 印射文件里面啊 这个result type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简短的名字了 而不需要用这个完整的名字 那这个印射文件呢 在下面的课里面我们会讲到 现在呢,我们只要先暂时理解它一下 然后我们来执行一下我们原来这个程序 嗯,这边等一下我们有个配置要先改回来 就是这儿,我们用了jndi那天上一节课做例子的时候 我把它换回来 不能用purd了 好,我们把这个程序呢再刨一下 诶,出错了 他说配置文件啊 不对 那这个错误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很好理解啊 就是和我们那个上一次做这个property的配置一样 也出了相同的错误 那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在我们阅读圆码的时候 一开始它的session build factor 构造这个configuration的时候啊 我把这所有的信息都加载到这个configuration里面去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配置在下面 它在加载这个的时候 就无法加载到了 其实也是一个顺序问题 所以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放到上面来 再跑一下 看程序是很正常的可以执行的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配置啊 刚才我们在敲这个的时候呢 发现它还有一个属性叫 还有一个资源属叫这个package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就是可以直接定义一个包名在这 然后呢 这个mybitis它就会自动去这个包里面 scan下面所有的这个并对象 我们定义的并对象 然后用它的别名来 来操作 那我们再把这个程序执行一下 也是ok的 那这时候就大家就非常奇怪了啊 我只是指到了这个包的位置 但并没有固定到这个student这个类啊 但为什么可以找到呢 对吧很奇怪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mybitis它内部有一个机制 它会根据这个你定义这个名字啊 去把它变成它的别名 换句话说呢 就是这二的class叫student 那因为我们做了这个package的这个别名配置 它的别名呢 这时候就叫student 所以在我们这个mapping文件里啊 用这个student就可以认到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假如说我们这边换成1 它能不能认到呢 我们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那当然是报异常了 他报这个student1找不到 对吧 那如果做到这个精准的配置呢 我们也要找到这个student1的 这时候呢 就需要利用这个drava的annocaching 一个annocaching的配置 给它标明这个student 他的别名呢 这个student这个类的别名呢 就叫做student1 我们把它引用一下 这时候我们再跑一下 OK 程序可以正常执行了 也就是说它的别名变成student1 那这样做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只需要配置一个包的布径 然后将我们的这个映射的这个drava对象啊 都放在这个包下面 那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 优化我们编写这个map映射文件 并且呢不容易出错 那其实呢 mybitis啊 对这个一些基本类型 都做了一些内置的这个别名处理 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我们这个studentmap里面啊 参数的设置给加进去 这块呢可能我们现在先看过 在这个下一节讲这个mapping文件的时候 才会理解 那这边呢只需要懂得它就是设置这个参数的 我们原来是利用默认值没有设置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参数加进去 这时候我们记得啊 就是我们传论参数是一个什么 那是一个long字 所以我们这边的参数类型啊 我们应该是用drava long 下面的这个long 把它设定进去 这是我们执行 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呢我们的mybitis啊 内置其实已经把这些drava的一些基本类型 都做了一些别名处理 他这个别名呢就可以处理成叫这个值 简化写就可以这样写 所以有的时候啊 会呃 不去了解这些东西呢 就会觉得傻傻的分不清楚 比如说这个还不是很明显 有一个string drava类型叫string 那在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可以写成小写的string 这时候就搞不清楚了 怎么会一样呢 其实都是因为啊 内部他都做了这个mybitis 都做了这个内部的别名处理 所以这样的用写法呢 都是ok的 这边我要提一下这个东西 那呃 这个东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插文档 啊 我这边列了一下 mybitis内设内置的一些映射呢 都在这里 映射的类型 比如说大写的这个string 他的别名就是小写的s的stringstring 啊 这里 这个呢我就不多讲了 其实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 并且他可以怎么干 剩下就是查字点的事情 对吧 这个我就不讲了 你们可以去看文档 那文档是哪一个呢 就是上一节我讲的 这个mybitis在这个getHub上面的这个 地址 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先暂时就讲到这了 那今天这个课里面呢 带大家了解了这个 主要是了解了这个type anis这个这个类型别名是如何使用的 那这个呢 其实在我们商业项目当中啊 经常会使用到 呃 课后同学们啊 把这个属性 在自己的项目中呢 给他练一下 尤其是使用那个包结构 来配置你的这个mapping文件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